早安 原意想回家爱妈Candy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植物超拓篮 真的很好玩 你像我一样爱花吗? 变草吗? 花草除了种植以外 你还会用什么方式保存下这些花花草草 这种生命的延续 把最美的一颗留在布上 这就是一种最美的生命延续方式 当我在花园采到的这个日日春 它是敲成蝴蝶的翅膀 然后这样子的蓝雪花 它却是创造一片花园的花谢花落 叶片越来越美丽 然后这样子的蝴蝶的触须 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大仙丹花 这样子的大仙丹花的这个 未开花的花蕊部分 就制作成蝴蝶的触须 那么这里最美丽的这个花园景处 中间的这个红的发指 红的发指就是我们的这个繁星花 经过大红色的这样子大红色的繁星花 经过敲拓来以后 它竟然是红的发指哦 这个花可以证实哦 它真的变成紫色了 这就是我们一幅简单的敲拓来 你看这些颜色都会说话 把轻柔的色彩自然的洒落在这样子棉布上面 这些大自然的色彩自然的呈现 让这种长时间在紧绷生活的我们 有的清新呼吸的感觉 把植物最美的一刻留在布上 这就是生命的延续 也就是我们用一种简单干净的方式 留住植物的灵魂 这样子拓染的方式 也就是生活中最简单 最疗愈的方式 轻轻地敲起自然植物的色调 便落在你的每一寸目光当中 这就是一种艺术可以凝固的自然美 超级疗愈的哦 一本位 等我 我认为是俄约 然后呢 我认为是俄约